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我们的心也非常的火热 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 感谢你爱我们 因为你的爱我们可以住在爱里面 而且能够彼此相爱 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 主啊 今天求你借着圣经你的话语 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我们也祈求圣灵来充满这里 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好让我们得听你的恩言 主啊 也求你帮助我来传讲你的话语 可以把圣经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 好让听的人和讲的人都能够同盟造就 我们感谢神 赞美神 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开车 有一些人不会开车 在我学习就是会开车之前呢 我来教会只要坐上车 到了教会下车就好 不需要做什么既省心又省力 直到有一天我学习自己驾车 必须自己去认路 还要熟悉交通规则 要知道如何安全地驾车 还要辨认路上车辆行驶的状况 当然要注意交通灯 还不能超速 而且还要把车停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 自己驾车完全不一样 没有那么容易 我就想到 当初主耶稣带领一批门徒 带领他们到各村各城去传福音 就好像主耶稣开着福音车 天国的福音车 他带领着他的门徒去传福音 那么这些门徒是不需要做什么的 他们只管上车下车就好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主耶稣就拆派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 要他们学习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主耶稣就拣选了12个门徒 并且拆派他们出去做主耶稣所做的事 去收割他的庄稼 那么对于门徒来说 这样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 学习生命成长的 必须经历的过程 那同样的道理 今天我们被人服侍和我们去服侍人 经历和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来参与到福音 事工的服饰当中 好让我们的生命经历成长 今天呢我们分享 马太福音系列第12讲 做主门徒宣扬福音 这是2023年年会的主题 我们在每一周教会的 窒息单的封面 就是大家今天手上拿的窒息单的封面 就写着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什么 做主门徒 宣扬福音 是的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 这就提醒我们不但要做一个信徒 还要做一个门徒 做主的门徒 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还要活出福音 不但我们嘴要宣扬福音 我们的生命还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 来见证荣耀上帝 让福音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看到活着 复活的主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在我们的身上 马太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五篇讲论 第一篇是登山宝训 大家还记得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这是我们众人都熟悉的 伟大的登山宝训 主耶稣在山上讲论了天国八福 我们一起来念这八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 哀动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清新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我们看第二篇讲论 主耶稣教导门徒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这篇讲论呢 对教会对基督徒都非常的重要 那这篇讲论呢 我觉得是主耶稣 在拆派门徒之前 开办了一个门徒培训班 他培训这批门徒 嘱咐这批门徒 传福音需要知道 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在第十章里面 至少包括了四大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就是 主耶稣卷选了门徒 并且呢 拆派他们出去传福音 然后主耶稣提醒他们说 传福音是要受逼迫的 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 所以做主的门徒要付代价 但是不要害怕 因为忠心传福音的人 必有奖赏 今天我们分享第一部分的内容 做主的门徒 受主的差卷 去传福音 服侍主耶稣 我们就把今天的内容 分成三段来分享 第一段是 主耶稣他拣选了十二位门徒 称他们为使徒 然后呢 主耶稣拆却 这十二个使徒出去 接下来我们会看 十二使徒的福事 主耶稣 为什么要拆却 十二个使徒去传福音呢 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 在第九章结尾的时候 主耶稣 他看见了许多人 混苦流离 就像是羊没有牧人一般 主耶稣就怜悯这些人 于是呢 他就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很多 但是做工的人很少 所以嘛 你们要求庄稼的主 就是求神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 所以主耶稣 就拆派门徒出去 收割人的灵魂 主耶稣看到了 许多灵魂需要拯救 这些人呢 都是属于神的 但是呢 他们却流离失所 无依无靠 急切地需要 天国的福音 来拯救他们 拯救这些失丧的灵魂 而且唯有天国的福音 可以把这些无依无靠的人 带领走入 进入神的国 所以主耶稣就拯救了这十二位门徒 刚才大家读了这节经文 主耶稣叫了这十二个门徒来 是称他们为使徒的 而且赐给他们全定 能够一并赶鬼 在这里呢 出现了十二使徒的名字 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 在圣经里面有四个地方 记载了十二使徒的名字 大家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还有使徒行传的时候 可能会注意到 在马可福音第三章 路加福音第六章 还有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我们都可以读到 十二使徒的名字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麦主的犹大已经不在上面了 是马其亚代替了他 那使徒的意思是什么呢 使徒的意思就是 拆派出去的人 他们就如同大使一样 被主耶稣拆派出去 那就是说这些使徒 是代表拆派他们的 那位天国的君王 主耶稣基督 那从使徒的这个名单 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主耶稣为什么拣选这些人 做他的门徒 我们从这个名单上可以看到 十二个门徒 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 非常普通的人 而且可以说是身份低微的人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说 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没有学问的意思是指 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在犹太人的眼中 门徒是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人 特别是指他们 不像耶路撒冷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 从小熟悉圣经 而且通小律法条规 门徒没有这些圣经的知识 他们也不通晓 密法条规 而小民呢 是指门徒啊 他们的身份非常的低微 其中好几个 我们知道是渔夫 是打鱼的 他们只不过是 来自加利利边缘地区的一群 非常普通的人 犹太人呢 亲看他们是社会底层 卑微的小民 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 门徒里面没有社会精英 对不对 主耶稣没有拣选耶路撒冷的精英 来做他的门徒 难怪 今天仍然有不少的人 认为 相信上帝的存在 相信耶稣 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些人呢 是一些没有文化知识 没有头脑分辨力的人 很可能这些人在社会上 混得不好 才会去信耶稣 那我们基督球就知道 这些人 他们认为 要有知识 有头脑 有能力 有才干的人 那实际上 他们是依靠 不仅 不是认识上帝 依靠上帝 他们 只相信 知自己 我们知道 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 是魔鬼撒旦用谎言 蒙蔽了人的心 才会让人 有这样错误的想法 和偏见 实际上 历史上有许多有名的人 有知识文化的人 甚至是科学家 是相信上帝的 大家很熟悉的牛顿 还有总统 令人忠敬的总统 美国的林肯总统 还有各行各业的领袖 他们很多人都是相信上帝 虔诚的基督徒 主耶稣确实拣选了 最普通的十二个人 来做他的门徒 好让后世的人知道 就像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人 都知道 上帝不会嫌弃我们 他拣选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普通的人 就像当初他拣选 十二个门徒来跟随他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的可以来跟随他 来服侍他这位伟大的上帝 感谢神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史卓保罗说过 他说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昭的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也不多 尊贵的也不多 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遗着的 叫有智慧的人 羞愧 而且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也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了是废掉那自以为有的 可以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 因为神的智慧 神的仪着都比人的智慧 更有智慧 神的软弱也总比人刚强 感谢神 我们是卑微的 仪着的 是不配的 但是上帝却这样的爱我们 愿意拣选我们 做他的孩子 是他眼中的同仁 这一切都是出于天父上帝的怜悯 和他的大慈爱 感谢赞美神 我们问第二个问题 主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做他的门徒 他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吗 在圣经里面也是第一次出现 卖耶稣的犹大的名字 他的名字被列在十二使徒的名单里面 主耶稣为什么要拣选犹大呀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说 主耶稣在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 他上山去祷告 而且是一整夜的祷告神 直到天亮之后 他去把门徒叫来 从他们中间拣选了十二个人 来做他的门徒 那就是说 主耶稣不是贸然行事 而是贸然做事 他慎重地拣选了这十二个人 来做他的门徒 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和神的安排 这是神的智慧 主耶稣也知道 犹大将来会出卖他 但是主耶稣仍然拣选了犹大 来跟随他 做他身边的门徒 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 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拯救世人 对不对 主耶稣要寻找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包括犹大在里面 主耶稣要拯救一切的人 回到上帝的面前 包括要拯救犹大 所以主耶稣毫不犹豫地 拣选了犹大做他的门徒 那三年来 主耶稣带领门徒三年半的时间 三年多来 主耶稣带领犹大 也带领其他的门徒 一起跟随他 主给犹大时间 也给他机会 来认识他 来了解他 来经历他 那我们问一下 主耶稣每天要面对 一个将来要出卖他的人 犹大 他心里面会有何感想 大家可以猜一下 可以想一下 主耶稣如何对待犹大呢 每一天 白天 黑夜 我们设想 如果我们知道 自己身边有一个人 声称是自己的朋友 而有一天 他要害我们 我们每一天 都要跟这个人 打交道 而且如影相随 请问 我们如何 跟这个人 每天相处 你会如何 跟对方相处 你会用什么态度 来对待这个 将要出卖你 害你的人呢 是好言好语吗 还是恶言恶语 是揭露他 疏远他 还是冷落他 甚至仇恨他呢 这些都不是主耶稣 对待犹大的方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对待犹大 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 没有防备 相反 主耶稣对犹大 充满了怜悯 主耶稣在出卖 他的人 犹大的身上 彰显出神的怜悯 神的爱 还有神的忍耐 这是上帝 对世人的怜悯 对世人的爱 也是对世人的忍耐 也就是神对你 对我 宽容无私的爱 这是何等伟大的爱 我们的主耶稣 盼望犹大 能够悔改 也给犹大机会 也给他时间 不要做出 永远后悔的事情 这就是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 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就是你们要悔改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传给我们的 天国的福音 实际上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细想一下 就知道主耶稣 给犹大很多悔改的机会 至少有两次 至少有两次重要 第一 他可以选择不出卖主耶稣 就像其他门徒一样 跟随主到底 第二呢 犹大卖了耶稣之后 他的良心发现 他卖了无辜猪人 流了无辜人的血 有罪了 这是他亲口说的 这个时候 犹大仍然有悔改的机会 他可以向神祈求 饶恕和赦免 但是犹大 他没有转向上帝 他没有悔改 他出去 上吊 死了 非常的遗憾 如果当初犹大 真心地跟随主耶稣 好好做主的门徒 他必然明白 主耶稣对他和门徒的交道 他也会想起 主耶稣对他的爱 因为主耶稣曾经不止一次 对门徒说 将来他要受难 而且还要受死 但是他要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得着荣耀 如果犹大的良心发现 他知道主耶稣的话 也相信耶稣是那位复活的 弥赛亚救主 他就会向神彻底悔改 那么主耶稣三天之后 从死里复活 可以发生一件事 就是犹大可以见证 他所出卖的主耶稣 是复活的主 而且这位主可以赦免 像他这样的罪人 可以赦免他这个罪大恶极的人 来见证上帝 就是爱罪人的那位神 从而也会看到 没有一样罪 是上帝不能赦免的 非常的遗憾 犹大只有悔 他没有改 他没有悔转归向上帝 结果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他不后悔 卷选犹大做他的门主 他把犹大带在他的身边 超过三年的时间 那主耶稣对待你我又何尝 不是如此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 不后悔的拣选 我们信主受洗 可能有一些人不止三年 有人可能是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甚至更长更久的时间 主耶稣一直把我们 带在他的身边 这些年过去了 细想一下 我们想一下 我是否更深地认识主 我跟他的关系 是不是比以前更深 更亲密 我是不是愿意更深地来委身 来侍奉他 我们信主之后 生命要改变 主耶稣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机会 给我们很长的时间 就是要让我们来做他的门主 做彻底的门主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为犹大卖主 感到十分的惋惜和遗憾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要好好珍惜 祝耶稣拣选我们 跟随他 服侍他的每一个机会 还有他给我们的福分 今天我们看到 犹大的名字 就列在使徒的名单里面 再一次提醒我们 人在教会里面 不等于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不但人要在教会里 我们的心更要在耶稣基督里 换一句话说 我们要先成为一个 在基督里面的人 才能够成为在基督教会里面 以基督同心同行的人 永远不分离 跟主不分离 我们来看第二段 主耶稣拣选十二使徒之后 他拆选这十二个使徒 出去传福音 而且赐给他们全病 出去传福音 在这个时期是传道的初期 门徒传福音的对象是以色列人 然后才是外邦人 在罗马书第一章说到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利尼人 西利尼人就是希腊人 就是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 那在主耶稣吩咐 门徒的这些事情当中呢 我们注意到两件事情 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有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随走随传 什么是随走随传 顾名思义 就是一边走一边传 一路走一路传 走到哪里传到哪里 这就是说 神的道不受限制 传福音的人 不受环境和条件的限制 我们走到哪里 都可以传福音的 也可以见证福音 活在我们的身上 大家熟悉的使徒保罗 曾经三次旅行不到 到小亚西亚地区去传道 神呢通过他 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教会 保罗呢因为热心传福音 所以多次被关在 罗马的监牢里面 但是监牢的门和锁链 锁不住福音 也不能限制 保罗所传的福音 我们来看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不到的时候 他带领同工随走随传 他们走到哪里 就把福音传到那里 有一次呢 他们到了马其顿省的菲利比城 当地败鬼的人呢 攻击他们所传的福音 就把他们告到了罗马官府 保罗和希腊呢 就被抓起来了 而且被人用棍子打 打完之后 关在监牢的生牢里面 而且把他们的两脚呢 锁在木甲上面 无法行走 而且由狱族来严密看守 这一下子 他们不能随走随传了 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当天半夜里面 保罗和希腊他们祷告神 而且唱诗歌赞美神 大家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 都知道 当他们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 发生了大事了 忽然发生了地震 监牢的地基都摇动起来了 突然之间呢 所有的牢门立刻打开 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 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个玉井呢 就被惊醒了 半夜他起来一看 牢门全都打开了 他吓得魂飞魄散 他以为所有的囚犯都逃走了 他吓坏了 他心里面想 这一下子完了 我的命不保了 然后他就拔出刀来 要自杀 就在这个时候 保罗就大声地呼叫说 不要伤害你自己 我们全都在这里 一族听见了之后呢 赶快叫人 把灯拿来 然后他就冲进去 冲进僧牢里面去 一看 他战战兢兢地就俯伏在 保罗和希腊的面前 求他们说 我必须怎么做才可以得救 我必须要怎么做 你们告诉我 求你们日足说 当信主耶稣 接受基督的救恩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就传讲给日足 也告诉他的全家听 当天晚上呢 日足和他全家 全都信了主受洗 全家因为信了神啊 各个都开心喜乐 非常的欢喜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道 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 更锋利 神的道不受限制的 也不会被捆锁的 福音所到之处 煎熬的门可以打开 神的道所到之处 人身上的锁链会松开 而且不能活命的人 也能够被得救 这就是福音的 他能 要救一切 相信的人 你信福音吗 我们要信福音 圣经呢 让人看到一个事实 人可以被限制 可以被捆住 甚至被关在 生牢里面 但是 天国的福音 不受限制 也不会被捆绑 我们承认 人在很多方面 都是有限的 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成长的背景 我们的工作 学习和交往的 这些环境 都是有限的 都也可能成为 我们的限制 但是福音 却要赐给人自由 尤其是在 传福音方面的自由 我们知道 很多青少年的孩子 在陌生人面前 都会很害羞 见到不熟悉的人 会感到难为情 常常不知道 跟陌生人讲什么 那有一个男孩子 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呢 有人就传福音给他 他就信了主受洗 之后呢 他很想把福音传给人 可是这个男孩呢 刚刚信主不久 也不知道如何传福音 加上他性格内向 独来独往 不喜欢跟人交往 而且他的家人 都反对信耶稣 这个男孩呢 是住在乡下 电脑 网络 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那这个孩子 对基督信仰的认识 是非常有限的 身边的环境条件 也有限 在这样一个受 限制的环境当中 他怎么传福音呢 他不是等于有条件了 来传福音 不是这样的 这个男孩子想了一个办法 他写了一些小卡片 内容很简单 耶稣爱你 然后就把耶稣爱你的福音小卡片 随身带在身边 到学校呢 他就发给同学和朋友 一段时间之后 放学了 他就自己一个人 到医院的门口 去发福音的卡片 然后再回家写作业 没有人要求 这个孩子这么做 但是他却乐意 把耶稣爱你的 这个福音啊 通过他有限的能力 去告诉身边的人 可见我们人人 都能够传福音的 对不对 对 有一次呢 这个男孩子看到路上 有人推着摩托车走路 他觉得很奇怪 后来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个车子没有汽油了 然后这个男孩 他一听 知道这个是一个 传福音的好机会 他就主动的 毫不犹豫的 帮助这个人推摩托车 直到把这个车 推到一个加油站 然后呢 他就拿出他的福音卡片 勇敢地对这个人说 耶稣爱你 他就传了福音 就这样 这个男孩子 成为一个随走随传的 福音勇士 大家相信不相信 传福音可以改变 人生的道路 可以改变传福音的人的生命 也可以改变 听到福音的人的命运 主耶稣带领这个孩子 传福音的脚步 不知不觉当中呢 这个男孩子突破了 他自己的害羞和胆怯 十多年以后 神栽培他 栽培这个男孩子 成为一个传道人 现在就在台湾的南部 一间教会里面做牧师 现在做了主任牧师了 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 一个胆怯的男孩子 从随走随传开始 他的生命就被神建造起来 他的家人也一个一个的 信主得救 不是这个男孩有什么能力 而是福音 男有能力 可见福音的大能 改变人 造就人 祝福人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个美好的福音 带给我们身边 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让我们成为 福音的管道和祝福 那第二件事呢 我们要关注的是 主耶稣吩咐门徒说 你们要白白地得来 也要白白地舍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环球圣经一本 翻译的经文 就会比较清楚 在这里说 你们得来无需代价 付出也要不求代价 很显然 门徒没有付任何代价 就得着了福音的好处 所以呢 门徒也要不求回报的 把福音的好处传给其他人 当然传福音 是要有权柄的 什么权柄呢 就是主耶稣所赐的 天国的权柄 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他不但自己 亲自地显明天国的权柄 他也把天国的权柄 传给 赐给 传福音的这些门徒 去做一件事 就是收割主的庄稼 拯救人的灵魂 而这个权柄是 不为着别的好处 只为把福音的好处 带给人 所以呢 如何使用权柄去服侍人 在这一件事上 门徒要经历考验 同样的 今天的教会 传道人 教会的领袖同工 还有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也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验 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原则 传福音的人 不能使用神的权柄 为自己谋利益的好处 这是主耶稣给教会 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的 师父原则 因为福音是白白地得来 也要白白地舍出去 同样 这个原则也提醒我们 传福音的人啊 是上帝使用的器皿 只是一个器皿而已 真正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 是神乐意使用我们这些 卑微不配的人 来完成他伟大的救赎工作 我们要感谢神 感谢神信任我们 感谢神乐意使用我们 就像刚才那位读高中的男孩子 是一样的 让我们记住这些原则 好造福教会 也可以去祝福众人 我们来看第三段 十二使徒的服饰 十二使徒被拣选 他们被拆派 然后他们要去服饰 服饰呢 有两个方面 我们看 第一个方面是 把平安的福音 要带给人 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 到哪一村 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 好人的意思就是配得的人 你们就住在他家里 直到走的时候 进到他家里面呢 要请他的安 那么在这里呢 主还说 如果那家配得平安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那个家里 若是不配 你们所求的平安 扔归给你们 多么好啊 传福音就是传好消息 平安的福音就是好消息 主耶稣说 愿意接受的人 就得着了福音带来的平安 不愿意的人 就失去了平安 所以接待主差拳的人 就是接待了主的同在 还有主的平安 如果拒绝主差拳的人 就是拒绝主的同在 同时也拒绝了平安 好 门徒是主耶稣插牌的使者 所以 门徒的使命 就是把平安的福音 带给人 带给这个世界 下面的这个图片呢 是台湾推出的福音公车 回台湾的弟兄姐妹 或者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 最近两年可以看到 在台湾呢 有公车上的福音广告 上面写着 旁周的旧恩 还有主耶稣的话 愿你们平安 公车上还有大大的十字架 这是台湾基督教恩友中心 在新冠疫情期间 从2021年9月份开始 推出了一系列的福音公车广告 这群基督徒 通过一百多条线路的公车广告 向世人传平安的福音 恩友中心的同工分享说 2022年 他们一年的签约期快到的时候 广告代理商呢 主动提出来 对他们说 要给福音公车广告呢 免费刊登三个月 就是说 在新的一年签约期的时候 这个福音广告 可以持续到2023年年底 就是到今年的12月底 感谢神 后来呢 政府还提供了50辆免费的公车 来做这个福音的广告 这个行驶的线路很多 包括台北 台中 高雄 桃园 新竹 苗栗 等等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 这群有智慧的门徒 把平安的福音 通过奇妙的方式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交通工具 在人们最需要平安的时候 传递给社会 传递给有需要的人 我们都知道 台湾每天都很繁忙 许多人工作 生活 都需要出行 乘坐 公车 在2021年新冠疫情 仍然是很严重的 因为疫情多次的反复 新冠病毒呢 也不断地变异 大家都还记得 病毒防不胜防 传播非常地快 那个时候 人们多么地渴望有平安 家家户户都需要平安 可是哪里有平安呢 什么才是平安呢 我们知道 全世界都没有平安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 我相信 台湾公车的 这个平安福音的广告 成为了疫情时代 随走随传的福音功绩 对不对 这个福音广告 把主耶稣的真平安 即使地带给了台湾的民众 把平安带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 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 我们要感恩 我相信住在台湾的人 只要走上街头 就有机会看到醒目的十字架 还有 愿你们平安的祝福 而且随处可见 天天伴随着外出的人们 弟兄姐妹们 世界上还有什么 比主耶稣带来的真平安 更美好的祝福呢 感谢赞美神 我们来看 使徒服侍的第二个方面 主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主耶稣对门徒说 凡是不接待你们的 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那家 或是那城的时候 做一件事 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 被逆上帝的尘所受的 比那两个尘还容易受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用犹太人熟悉的 一个传统 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犹太人的传统认为 他们生来是洁净的 外邦人生来就是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 所以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 免得沾染了外邦人的不洁净 如果犹太人不得已 走到了外邦人的地方 或者是走了外邦人的高路 他们脚上会沾染外邦人 路上的尘土会沾染不洁净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犹太人要回到自己地界之前 他们要站在那里 把脚上的尘土堕下去 表示跟外邦人的不洁净 没有关系了 他们洁净了之后 才会回到自己的地方 那主耶稣在这里 用这个信息来教导门徒 从外邦人的行为上 跟犹太人的传统做法 很相似 一样的 但是背后的意义 却完全不一样 主耶稣所教导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背景 首先呢 犹太人的传统观念认为 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生来就是上帝的选民 天国是非他们魔属的 这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那么犹太人呢 也一直用他们肉身的这个遗传来判断 谁有资格做上帝的子民 谁有资格进入天国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 推翻了犹太传统的观念 我们读前面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在第十章五到六节 主耶稣拆取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吩咐他们一件事情 说外邦人的路不要走 他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 也不要进外邦人的城 主耶稣嘱咐他们是要往 以色列人的家去 他们要传福音给以色列的人 所以这些门徒传福音的对象是以色列人 不是外邦人 好 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意思 主耶稣说 如果他们门徒离开 在拒绝福音的这些家 或者是这些城的时候 可以把脚上的城土多下去 表明这些传福音的门徒 跟拒绝福音的以色列人 区别开了 我们注意 门徒传福音的对象是以色列人 是犹太人的同胞 而这些同胞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是进天国是非他们莫属的 但是在这里 主耶稣推翻了这个传统 只有接受福音的人 可以进入神的国 不是人肉身的遗传 不是以色列的传统 天国的福音把人分成了两类 信福音的人进天国 拒绝福音的人不能进天国 主耶稣不是爱犹太人的血统 来分这两类人 而是按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福音的救恩 来区分 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清楚的 只有福音才能够洁净人 只有十字架上的福音 可以去掉人的罪 犹太人的传统不能 也不能拯救人 不能出去罪 天国的福音就像一道风水岭 又像一条红沟 把得救的人和成人的人 就在这里 虚别开了 天国今晚把犹太人的传统 完全颠覆了 把门徒的观念 还有我们的观念 也颠覆了 在这里主耶稣要人明白 一个真理 十字架的福音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不分犹太人 不分外方人 肉身的犹太人 也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才能够得拯救 进入天国 脱离最终的灭亡和审判 感谢赞美主 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福音宣教室的生命见证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国的耶路撒冷在哪里 有人知道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吗 大家可以猜 哪里的教会最多 哪里的基督徒最多 再声音大一点 是哪里 我听到了 已经听到正确答案了 中国的耶路撒冷在温州 是的 感谢主 以前我知道温州的经济发展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后来我才知道 温州的教会更加的令人瞩目 那里的教会超过了两千间 九百多万人口的城市 基督徒的人口比例 百分之十五 温州基督徒的人数高达一百万 在中国是首屈一指 感谢上帝 但是谁会想得到一百五十年前 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的福音 那是什么原因 使温州能够有一百万的基督徒呢 因为上帝在清朝末期 拣选了一位宣教士 并且拆派这位宣教士 曹雅直 去到了温州 把福音带到了那里 他就是中国耶路撒冷的开拓者 和电击者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 主耶稣拆拳的这位宣教士 是一条腿的宣教士 他只有一条腿 因为曹雅直在十九岁的时候 他在农场工作的时候 划了一跤 他的左膝的膝盖撞在石头上 导致了长期发炎 病情恶化 二十一岁的时候 不得不把他的左膝剂掉 后来呢 他成了一条腿 他只有一条腿走路 他在当地的一家学校里面教书 有一次呢 他听说内地会 在英国招募宣教士 要前往中国宣教 他立刻就去报名了 可是招募的同工呢 委婉地拒绝了他 原因很清楚 因为当时中国的条件 是非常艰苦的 社会动荡不稳定 做宣教士需要强健的身体 才能够胜任兼具的任务 他的身体条件不合适 尽管曹雅之坚持了好几次 但是他每一次报名 都被委婉地拒绝了 这个曹雅时他没有放弃 他坚持要见招募的主板一面 于是呢 内地会的创始人 戴德森牧师呢 就接见了他 戴德森见面就问这个年轻人 你为什么 要这么执着的坚持要去中国宣教啊 是什么理由 这个年轻人回答说 因为有两条 因为有两条腿的人不愿意去 所以我这个一条腿的人就必须要去了 戴德森牧师被这个年轻人 弃而不舍的精神感动啊 同意他加入内地会 前往中国去传福音 就这样 这个曹雅直宣教士 1865年 十月他就坐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成为内地会宣风宣教士之一 而他呢 一生都不忘不了 戴德森牧师对他的信任和接纳 就像主耶稣 信任我们 接纳我们一样 给他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那这位宣教士呢 第二年就到达了 林波 在那里学习汉语 接受培训 那1867年呢 就被拆派到温州 做第一个宣教士 那么当地的人啊 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人 还是一条腿的人 来到他们当中啊 非常的奇怪 叫他独角翻人 没见过 那这位一条腿的宣教士 是没有办法随走随传的 对不对 但是福音却没有受限制 因为这位曹雅直 已经把他的生命 奉献给主耶稣 而且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人 感谢神 这位勇敢的宣教士 他全然倚靠上帝 他排出了万难 在当地开办学校 建立医院 传福音 建立教堂 十年之后 初建成效 温州城最古老的 老的教堂 就叫花园巷教堂 就是这位曹雅直宣教士 在1877年建立的 在温州市的博物馆里面 还收藏着 他1884年12月 晚清时期 建立这间教堂的租地的契约 这是一个见证来着 感谢神 使用这位曹雅直宣教士 把福音带进了温州 福音的种子就在那里 生根结果 而且结出了丰硕的 一个大果子 是我们中国的耶路撒冷 也被称为中国的安吉亚 荣耀归给神 我们要做主的门徒 要传扬主的福音 最后呢 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结尾 留给我们教会的福音 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 完成救赎的大功 将福音赐给我们 将复活的生命和永生 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主啊我们祈求你 在我们当中 兴起 更多的人 能够来做你的门徒 能够把这福音 传给这个世界 传给更多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